今次邀請到林國成師傅跟我們說 兔年的財星應該怎樣看 今年貴卯年的財星在我們的淨南方 今年的財星比往年更加旺 原因是因為白鳳子要吐入火香 而如果大門是在南方 我恭喜大家 因為我們今年真的得到旺門 我們更加有好的方法 可以吹旺整個大門 我們可以放一塊啡色地毯 但地毯一定要有門的闊度相同 我們便可以將整個旺門吹谷 但如果我們的南方在我們大廳 我們便可以利用到流水裝置 流水裝置是一個很好的 特別是對我們在流年吹旺財星的很好的方法 而今年比較特別 我們在流水裝置旁邊 如果我們想加旺旺氣 我們可以多放雲燈 這就是可以令到我們整個南方都能夠吹旺 如果都放不到流水裝置 或者放雲燈在旁邊的話 其實我們有些風水物象都可以推介給大家 不需要太大地方都可以放到 我們可以放一些八百財星的 類像的風水物件 可以代替到我們能夠放不到的流水裝置 例如我們巴伯是屬於近土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蝙蝠就是代表近土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在一些比較狹窄的位置 我們可以放八隻的蝙蝠 當然我們最好的材質 我們都是用一些黃玉 即是比較偏黃偏啡色的玉石 去做這個蝙蝠 另外有一件事是大家很特別的 其實我們大家經常都會吃的 就是合桃 其實合桃亦是代表八百的 其實我們過去都在整個八穿 我們經常都會利用到合桃去吹彩 大家如果想比較做黃一點 例如在自己的寫字桌 或者在睡房裡面 我們都可以放八粒合桃 而這個合桃是可以吃的 我們可以不停地更換 這是一個很簡便的吹彩方法 大家如果是有宗教素養 例如我一樣 我們會用在蜜充的蜜法裡面 我們經常都會利用到財神寶瓶 如果我利用到蜜法 我自己最常用的是財神寶瓶 因為財神寶瓶是通過很多法會 很多上司的價值 去結集了四方八面的財氣 我們都會利用到財神寶瓶 我們會放在廳或寫字楼 我們盡量所有的財神寶瓶都不會放在房間 如果我們在辦公室 我們怎樣可以趨往南方呢 其實我們有兩件事可以做 第一我們可以放空氣清新機 其實大家都知道寫字桌也會有桌燈 我們在南方放一盞燈 也會比較好 剛才也說過 如果真的位置很小 我們就可以放蜜蜜 又或者放合桶在南方裡面 如果在睡房的南方 其實我們就不會建議睡房 會放太多的風水物像 但是簡單一點 我們就可以放暗燈在南方 我覺得放空氣清新機 就已經很足夠了 其實一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財位是一定要光潔明亮的 大家最重要是把一個好的財位 我們首先要撿乾淨它 令到它很乾淨和很光潔 也等於剛才我們說的 在我們的門口 如果我們都是南方的話 我們最好能夠有長明燈 嘗試照亮著它 就可以引財入屋 另外一個很簡單的吹材方法 可以教大家串鏈都可以用的 特別是我們很多隨身的物件 譬如我們經常帶著的鎖匙 或者是一些零食 我們都可以放在南方 當我們拿零食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吃一些在南方裡面的零食 譬如我們有很多隨身的物件 譬如打火機、鎖匙之類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放在南方 回到家後 我們放在南方裡面 然後我們出街的時候 我們去鎖匙 也可以把這個財器 我們全人都可以帶著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很簡單 小小的方法 可以令到大家 增加今年大家的財位